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也请学习了很多种对于数组的变类方式 这节课我们也请来学习在ES6当中 数组还有哪些扩展的新的方法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类数组或者叫尾数组 其实从字面意思来看 大家觉得类数组或者尾数组 指的是不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组 到底什么是类数组或者叫什么是尾数组呢 我们看举例子吧 新建一个文件 第2-5.js 当然我在我这边是不是应该也把它移入进去 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其实在项目当中 比如说我们在进行DOM操作的时候 DOM.js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支点 什么叫DOM 是不是叫做Document Object Model 文档对象模型 比方说我们经常会通过一些API 获取到网页里面一些DOM元素 比如说这个方法大家一定用过吧 Document.get elements by tag name 这个方法的意思是不是我们通过标签的名字 获取一堆的元素 对吧 比如说我这里面随便写个DIV 大家看 然后呢 比如说我就给它复制给一个DIVS吧 表示一个DIV啊 然后呢 我想输出这个DIVS 大家觉得我通过这个API接口 获取到的DIVS 是一个什么类型 当然我现在这个网页里面可能没有DIV啊 只不过是个空的嘛 但是并不影响它的类型 对不对 大家仔细讲一下 大家有注意过它的类型吗 保存 大家看这边结果 叫做HTML 当然常动是空的 是因为当前我网页里面并没有DIV啊 但是呢 大家看它的返回结果 是不是叫做HTML 它是书组吗 其实并不是 我把它呢 放在这儿 别起码 大家是不是在DOM当中 还用过这样的方法 Document.getElementsByClassName 是不是通过Class的名字 获取元素 比方说 我随便写个名字吧 比方说叫XX 没有什么实际含义啊 比如说我再给它写个名字 比如说还叫DIVS2 OK 比如说这样一个名字啊 然后呢 我们打印出 DIVS2 当然 Class的XX的事物也并不存在 我们只是重点是在谈论类型啊 而且不是看得到去取哪些值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啊 保存 大家看 获取到的 是不是还是一个HTML 或者我们叫做HTML集合 我们再举个例子 大家看 在HTML5当中 有这样一个新的API 叫做Document.querySlectorAll 有这样一个新的方式 它呢 在这个括号里面 可以传递一些 对应的选择器 比方说 我想选中 HTML名字叫XX的元素 我们就可以点XX 当然我这里面也没有这个元素啊 所以说我就 重点呢 还是看它的类型是什么 大家有注意过 通过QuerySlectorAll这个方法 获取到这个元素 它对应的类型是什么 大家有注意过吗 还是HTML肯材是什么 大家仔细看 其实不太一样啊 它叫做NodeList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 叫做节点列表 比方说 我也写在这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通过这三个方法 获取到的 这些道米元素的集合 并不是一个array 或者我们叫 并不是一个数组 对不对 我们怎么能看它 是不是数组 比方说 我想看一下这个DIVS3 到底是不是一个数组 我应该怎么看 大家知道吗 怎么检测一个集合 到底是不是数组 当然方式很多 比如说一个非常常用的方式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它 是不是数组 这样一个实例 我们通过一个方法 叫做instanceoff 我们可以输出 instanceoffarray 如果它返回true 就说明它是数组 如果它返回false 就说明它不是数组 我们看 代码第9号 输出一个false 说明它不是数组 大家再看 那我们可不可以 比如说DIVS3 第二 push 大家都知道 数组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方法 叫做push push的作用是 往数组里面增加一个元素 它会在数组的结尾 得到一个元素 比方说 我随便插入一个123 插入一个这样的 number型的数字 我们看会怎么样保存 是不是报错 什么错误 push is not的方式 push并不是一个方法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push这个方法 它是array数组下面的 但是我们现在 这个enote list也好 或者archment connection也好 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组 虽然它也有长度 或者说我们通过负运环 也能循环变利 当前这样一个集合 但是注意 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组 我们可以把这种元素 叫做类数组 或者叫做尾数组 大家想想看 什么叫类数组 说尾数组 是不是类似数组 或者叫尾不就是假的吗 假的数组 所以说我们首先要知道 到底什么是类数组 或者尾数组 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组 但是它也有mess 就是长度这样的属性 大家展开以后 说别有mess 只不过当前 我这里面没有数据 所以说mess的长度 对应是零 如果你有数据 那么这边是不是 对应的是数据的个数 并且这样的尾数组 它并不具有数组的方法 也就是刚才我们通过 push方法去调用的时候 你发现 push is not a function 因为只有array 才能够调用array下面的方法 像这种尾数组的话 它并不能调用的方法 但是我可能还有这样的需求 我想问大家 如何把这样的尾数组 转化成真正意义上的数组 比如说我现在想用push 那既然push是array 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把尾数组转化成真正的数组 然后再调用push方法呢 大家仔细想一想 是否有这样的方法 其实是有的 大家仔细看 在我们的ES5当中 array下面有个方法 叫做thumb s 这个方法的作用 就是可以从 已有的数组里面 返回选定的元素 这个方法会返回一个新的数组 比如说array.proud type 然后呢 圆形下面的thumb s方法 .call 我们把div s3 这样一个尾数组 作为参数传进去 然后呢 它会返回一个新的数组 比方说我们就叫arr 比如说我输出当前这样一个arr 我们看一下会怎么样 当然这个push方法 在这边会包错 所以我们把它注意点 大家仔细看 在我们的代码第14行 输出的是不是一个 大家展开以后 是不是一个array 而我们代码第9行输出的 是不是当时它不是个数组 然后我们通过thumb s的方式 是不是把它转化成了一个数组 然后我们看 这时候我们通过array.push 可不可以 比如说我还push一个123 我这时候再输出一下 这个arr 大家想一想 这时候会包错吗 显然不会包错 数组里面是不是一定有值了 原因就是 我们通过thumb s方法 把一个尾数组 转化成了一个真正的数组 当然 这是es5里面的方法 其实常见的尾数组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 大家再看 比如说我们先建议一个函数 叫做foo 然后我在调用这个foo的时候 我可能给它传递一些参数 比如说我先传一个number型的 比如说传个1 我再传一个string型的 比如说mmook 我再给它传一个布尔型的 比如说处 大家看 这边传递参数 那么正常情况下 我是应该在这边去接收参数 但是大家是否用过一个这样的属性 在函数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属性 叫做arguments 它其实代表的就是我当前这些参数 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arguments 代码第19行 大家说出结果 arguments 里面有三个元素 分别是 1 amook 和true 长度是3 大家注意 当前这个arguments 虽然也是有下标 有均匀的值 有长度 但是 它是一个真正的数组吗 我们看刚才说 如何检测它 是否是一个真正数组 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 incidence of array 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数组的实例 保存以后 大概第19行 输出一个false 说明arguments 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数组 那如果我们想把它转移 化成真正的数组 怎么办 是不是也可以用 从s转化 当然这都是es5里面的方法 那es6里面 是否有这样的现成的方法 可以直接转化 尾数组成为一个真正数组吗 当然是肯定的 那现在呢 我们自己定一个尾数组 比如说我定一个array like 就是像数组这么一个东西 叫做尾数组 刚才我们说 尾数组的特点是 它具有索引 而且索引是非负的整数 比如说0代表es6 然后呢 1代表es7 2代表es8 就写这三个元素 然后呢 尾数组一定要有长度 暗死属性 前面是不是一共三个内容 那这边长度应该就应的是3 在es6里面啊 提供一个这样的方法 可以把这样的尾数组 转化成真正意义上数组 方法就做array.from 比方说 我把它传递进去 然后呢 我们给它复制给一个 比如说就叫arr吧 大家看 这时候我输出这个arr 大家看结果是什么 我们展开以后 看它是不是就是一个array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 我们通过array中锅号0 能不能取到它对应的数值呢 大家看 这边也能取掉 或者说 我们通过array.push 我再push一个es9 然后呢 我输出这个array 大家看 能否用push方法呢 是不是也可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array.from 这样一个es6提供的方法 把一个尾数组 或者叫尾数组 转化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数组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数组下面的方法 你学会了吗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下一个arrayoff 什么叫arrayoff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大家看 比如说 我现在想初始化一个数组 我通过newarray 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初始化一个数组 比方说 1 2 然后呢 我们定义一个arr 我想问大家 当前输出这个arr的内容 应该是什么 它的长度是几 它一共有几个元素 大家想一想 保存 来看结果 长度是2 然后呢 里面元素分别是1和2 也就是说 当我newarray的时候 后面的这个参数里面 是不是代表 当我数组 处置化的时候 里面对应的值啊 对吧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newarray呢 叫做数组的构造器 或者构造函数 这个很简单 对吧 但是大家再看 比如说呀 我这后面只有一个参数 比如乘个3 我想问大家 当前这个arr里面的值 应该是多少 根据刚才的经验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值 这一个值是3啊 大家仔细看这个结果 跟你想的是否一样 大家仔细看 有没有发现 长度是3 但是呢 里面是empty 相当于是不是一个空数组 但是数组里面 长度是3 这个好像跟前面 不太一样 对不对 大家看 前面传的 你传几个参数 它就代表 数组的长度是几 然后呢 每一个参数 就数组里面 对应的那个内容 但是当你传一个参数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它表示的是 数组的长度 所以呢 我们通过newarray 去构造数组的时候 它根据传入参数的 数量的不同 实际上导致的这个数组的结果 是不是会有些不太一样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方式 什么方式呢 比如说我想去构造一个新的数组 然后呢 我想通过它的参数 就表示出当前数组的 这样一个初始的值 比如说我传3 我就希望当前表现形式 跟这个是一样的 也就是长度是1 第一个元素里面的值 就是3 有没有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arrayoff 怎么用呢 大家看 比如说我订一个 al 等于array.off 比如说 1 2 我们还测试一下这个结果 然后呢 输出arr 大家看 在码第40行 输出结果是不是1和2 然后呢 长度是2 的这样一个数据 那我们再测试一下 如果传的还是一个参数呢 比如说我还传一个3 转型形式跟前面一样吗 大家自己看 这个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长度为1 内容就是你传递这样一个参数 我们通过 你用array这个构造器 去构造我们的数组的时候 它参数数量的不同 它的表现结果 是不是会有不同 但是当我们通过arrayoff 去构造我们数组的时候 虽然参数的数量不同 但是它是不是都表示的是数组的 初始的这样一个值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arrayoff的另一种用法 比如说呢 我现在有一堆值 我希望把这一堆的值 组装成一个新的数组 大家看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 array.off 比如说我多写一些值啊 比如说有number型的 有boot型的 有我们的string型的 nbook 它可能还有数组 另外呢 可能还有对象 比如说name 最应该是7成 大家看 这样的话会返回什么啊 比如说还是arr 实话一下 大家看这里面是不是 有各种类型的 对吧 我们这时候输出arr 我们看 大家可以看 它是不是能够把这些 各种各样的内容 拼装成一个新的数组 所以说 有时候我们这样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获取到一个数据 我们希望这些数据呢 拼装成一个新的数组的时候 这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用array.off 去做 是不是也很简单 这也是它应成你这一啊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方法啊 叫做copy with in 这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方法相当于是替换的意思 它可以替换数组里面的一些元素 比方说 举例子大家看啊 我定一个数组 然后呢 数组里面可能有些值 比如说1 2 3 4 5 有几个值啊 然后呢 我通过arr.copy with in 比如说我传入两个值 1和3 什么意思呢 其实copy with in呢 它的参数是这样的 第一个参数指的是 我从哪个位置开始 去替换数据 这第一个参数是必选的 是一定要有 第二个参数呢 是可选的 表示是 从这个位置开始 读取元素 第三个参数呢 也是可选的 表示的是 到哪个位置停止 去读取元素 如果第三个参数 它是没传 它就表示到末尾啊 大家看 它是会 返回一个新的数组 大家可以看 先看结果 你发现结果是 14545 什么意思大家看 叫替换嘛 对吧 它从下标为1的元素开始 0 1 就是1 然后呢 指的是从1开始 去换数据 替换是谁呢 下标为3的元素 一直到末尾元素 下标为3元素是哪 打开0 1 2 3 3是不是4 然后一直到结尾 因为第三个参数没传 相对从4到结尾 都要替换 它是不是把45这个元素 放到1的位置 但注意 4和5是不是两个元素 但是1位置 是不是这有一个元素 接下来 这边两个元素 替换到这 是不是也应该替换两个元素啊 所以说 是不是相当于 把它们两个替换成4和5 所以结果是不是就是 但是结果是不是 14545 它无非就是这样一个简单作用啊 就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想用数据里面的某些元素 替换掉数据里面的另外一些元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个 copy with 这样的方法 我们下一个 fail 其实这个fail的本意叫做 前充的意思 举个例子 刚才我们举过一个这样的意思啊 new array 然后呢 3 还记得这个结果是什么吗 是不是empty 它呢 走到是一个长度为3的 这样一个空数组 但是我不希望这样 我希望长度只是3 但是呢 我希望它有一些初始值上来填充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fail 比方说我fail 比方说我希望随便写个值 比如说7 我希望它是初始值啊 这三个7 大家看 长度为3 每个元素都是7 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啊 fail 这是第一种应用场景 再生第二种 我再定一个数组 1 r 然后呢 比如说是1 2 3 4 5 长度为5的这样一个数组 我们通过 arr.fail fail谁呢 比如说 它呀 其实可以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 你要用谁去填充 刚才我们说是不是长个7 对吧 比如说我这传一个 amoke吧 用moke填充 后面呢 这个第二个算数呢 表示的是开始的位置 也就是数组下标开始的位置 比如说我传个1 从下标1开始 第三个算数呢 表示的是结束的位置 比如说我传个3 数组下标结束的那个位置 输出我们的arr 打开结果 下标为1和2的 是不是被替换成moke 所以说它从1开始替换到3 但是呢 不包括下标为3两个元素 所以说是不是把下标为1和2的 替换成当天这样一个 前冲的元素 也就是我们说的moke 这个很简单 对吧 同样的 大家看 这是传三个参数 用哪个天冲 从哪开始 多少结束 那我如果这样呢 大家看 比如说arr.fail 我就传递一个参数 比如说传递一个0 随便写个值 0 这时候会怎么样 我不喜欢开始的结束 那我这五个里面会怎么样呢 大家看 它其实会全部的替换掉 全部都初始化 或者重置掉 都重置成我们的0 这就是我们说的 fail的方法的作用 也不复杂 对不对 下一个 inconcote 这个单词的本意 是不是叫做包含 其实之前在es5里面 在我们的数组里面 有这样的方法 大家看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数组 然后呢 它里面有些值 比如说1,2,3 简单一些 然后我输出什么呢 arr.es5里面 这个方法叫做indexoff 它的作用是 能够检查目标的数组里面 是否包含某个元素 比如说2 大家看 这种包含吗 包含 indexoff 会返回 当前你查到这个元素 它所对应的下标 或者所以 2下标是几 是不是1 所以你看 反回下标 是1 那如果比如说 我传一个4 这里面有4吗 没有 那它会返回一个 负1 当你找不到的时候 会返回负1 indexoff是es5里的方法 再打开 在我们GIS技术里面 有这样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值 叫做nan 还记得这个值吗 这个值表示叫做 note number 不是个数 nn吧 note number 什么时候会产生nn 大家看 比方说我用5 减去一个a 大家看 为啥是not number 因为5-a 大家觉得能减吗 显然不能去减 不能预算 这时候呢 得到结果是 不是个数 大家看 indexoff里面 我可以检测一下 是否有nan这个数 大家可以看哦 有没有nan 有 但是它会返回一个负1 如果返回负1 是不是说明没找到 大家注意 因为indexoff的话 它不能检测 nan 这就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我现在输出什么呢 我想在这边输出一个 nn 是否等于nn 注意 我是两个等号 两个等号 是不是只判断值 是否相等 所以你有发现 通过indexoff的方式 我并不能够找到 当天的数字里面 是否具有nn 这样一个数 但是反而我们再看 我们今天在eic里面 有个新的方法 叫做 因同构次 它的作用是 看数字里面 是否包含某元素 比如说我还看2 这里面有2 对不对 它会返回一个 不尔形的值 大家看 找到就返回处 如果找不到呢 比如说4 它就返回一个foss 这是我们再看 它这里面 是否包含nn 答案 返回一个处 所以 因同构次 和eic里面的indexoff 作用都是检查 数字里面 是否包含目标元素 但是indexoff 会返回目标元素 所对应的所影 如果不包含 就返回一个负1 但是因同构次 会返回一个 不尔形的值 但另外一个区别就是 因同构次 不能检测 数字里面 是否包括nn 但是因同构次 是可以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讲的 数字的扩展 我们首先学的是 到底什么是尾数字 它并不是真正的 异常数字 它也有长度 但是呢 它不能使用 数字下面自在的方法 然后呢 我们通过arrayoff的方式 可以把一个尾数字 转化成真正异常数字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 arrayfrom这种方式呢 把一个尾数字 转化成真正异常数字 那arrayoff的方式呢 是不是可以用于数字 数字化的时候去使用 copy with lean 是对数字里面的一些元素呢 进行一些替换 fail呢 数字里面的元素 进行一些填充 因同构次 可以检测数字里面 是否包括 某个目标的元素 这些 就是在ES6的数字里面 提供的一些 新的扩展方式 你觉得会用了吗 大家课后呢 一定要多加练习 大家加油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